第十二題 下列各項實驗操作何者是正確的 選項A 洗滅酒精燈時必須以燈蓋蓋洗 危急時移用嘴迅速吹息火焰 這個是錯的 前面說要以燈蓋蓋洗是對的 但並沒有危急時就要用嘴巴把它吹滅 我們不可以用嘴巴去吹息酒精燈 都要用燈蓋蓋洗 選項A是錯的 選項B 想要辨認藥品氣味時 應該以手三文這個是對的 老師上課強調過 選項C 實驗前必須將酒精燈內的酒精裝滿 這個是錯的 我們說要把酒精裝的有所謂的八分滿 有點滿又不會太滿 那這是因為要避免危險的關係 選項C是錯的 選項豬 測量溫度時可以一邊用溫度計攪拌 比較省事 這個是錯的 我們的溫度計絕對不可以當波棒使用去攪拌 我們的實驗的容液之類的東西 所以選項出錯的 只有選項B是對的 第十二題問我們說 下列各項實驗操作 何者是正確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想要辨認藥品氣味時 應該以手三文